如果说我已经一个月没空键盘了 你信不信 仅靠一个鼠标 一块手绘板 和一个玩具 就能完成我平时日常工作中 所有的绘画和简矩工作 所以今天的主题 就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玩具 没错 就是我手里这个东西 它可不是什么游戏机呀 不过它比游戏机好玩多了 这个玩具叫Turebox 从我拿到手到现在 已经快一个月了 总结下来就一个字 爽啊 真想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 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 玩具 先从开箱说起吧 包装很简单 一个主机 一根一米长的双头Type-C的数据线 外观方面 有点像那种无人机的手柄 不过我想说的是 这个手感是真的舒服 它的表面是那种类肤材质 手感真的非常细腻 就像那种 说不上来 总之它很舒服就对了 按键方面 由三个滚轮和11个键位组成 你瞅瞅这丝滑的转盘 还有这清脆悦耳的按键声 这手感和鼠标差不多 nice 唯一的缺点就是 杨志文 哎 接下来说说功能 首先 打开Turebox的控制台 它里面预设了包括Photoshop Lightroom 以及Premium等四种基本的控制模式 如果你觉得不习惯 可以像我一样 多设置几个自己喜欢的预设 起初一开始 我还是比较抵触这种 外接的快捷控制器的 一方面 是怕自己不适应 另一方面 担心用了那么多年 键盘上的快捷键 若是长期不用 以后忘记了怎么办 但是 但是来了啊 经过了我一个下午的研究与探索 我 我收回刚才的话 忘记就忘记吧 以Photoshop为例 滑动这个滚轮 就可以放大和缩小 转动这个转盘 就可以精确地调整各种参数 还有这个旋钮 轻松改变画面的大小 然后这两个是前进与撤回 按照我的个人习惯 我把这三个键设置成了Ctrl Share和Out 这个十字键分别设置成了这样 可以和Ctrl它们搭配起来组合使用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我这还有一堆的组合键没有弄呢 这是全部都加上 至于我为什么还没有加一会再说 按下这个Tool键可以切换预设 当然你也可以开启自动切换预设 它会根据你打开的不同软件 自动关联到设置好的模式 再来说说剪辑 Premium和剪映 是我平时用的最多的剪辑软件 先说Premium 我把这个小短键设置成了播放暂停键 Ctrl和Out不变 这个我设置成了标记 旋转这个按钮 可以精确的移动到想要剪辑的时间线上 滑动这个滚轮 可以控制前后移动整个时间线 转动这个转盘 可以调节鼠标所指向的任何数字 然后其他基本没变 按下这个直接抖出 剪映也是同理 有个别操作不一样的地方 慢慢修改就可以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没有一上来 就把全部的功能键都设置好呢 因为我觉得设置一下很容易 可关键是你得记得住呀 相比一开始 全部都弄好了 然后去挨个背下这些快捷键 我更愿意等用到的时候再说 当你忍不住想用键盘时 就可以思考如何过渡到这个玩具上面了 要始终以创作者的思维去驯服它 而不是以使用者的方式去试信它 如果只是徒增烦恼 那又何必学足视虑呢 我会想用键盘时的方式去试信它 我会想用键盘时的方式去试信它